珠穆朗玛峰最可怕的十个恐怖发现 雪山深处拍到UFO紧急升空画面 第一名更是下尿科学家 珠穆朗玛峰作为世界第一山峰 一直以神秘而闻名 而为了揭开他不为人知的面纱 无数攀登者前步后继地向他涌入 当世界在为这些勇敢者喝彩时 科学家却在其中发现了许多 更加可怕的秘密 今天大郎就跟大家一起来看看 珠穆朗玛峰最可怕的十大发现 探索大自然最可怕的最高峰 第十名 珠峰第一人 如果有人问起谁是第一个登上珠峰的人 大部分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是埃德蒙希拉里爵士 他在1953年成功战上了珠峰的顶峰 但如果我说 也许在埃德蒙希拉里爵士征服珠峰的29年前 就有人成功做到这件事呢 他的名字叫乔治·马洛里 1886年出生于英国 学业成绩优异的他曾在剑桥大学读书 一战爆发后 他应征入伍 在这场双方伤亡130万人的战役中 马洛里斯里逃生 一战结束后 马洛里在英国著名的查特豪斯工学 担任教师书院长 照理说经历过战争的人 应该更能体会生命的珍贵 但马洛里最终还是决定 完成自己的梦想 潘登珠穆朗玛峰 1924年已经36岁的马洛里 准备第二次尝试潘登珠峰 这次为了更好的冲击峰顶 他选择了特别擅长处理氧气设备的 20来岁的小伙子 安德鲁欧文作为自己的搭档 在此前马洛里 已经在英国皇家地理协会的帮助下 通过了各种体能测试 信心十足的马洛里还戴了相机 希望记录登顶的那一瞬间 1924年6月8日 营地里的人们曾经透过望远镜 看到了马洛里欧文的身影 此时他们距离顶峰只剩下244米 这个距离对一般人来说看似很近 但事实上 在珠峰上的每一步都是无比艰难的 可随后雪山上云雾卷起 两人的身影逐渐消失 此后 马洛里和他的搭档就再也没能下山 但这一消失 就留给大家一个巨大的疑问 他们到底有没有成功登顶 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1999年 美国专门派出了一支登山探险队 寻找他们的下落 经过一连串的地毯式搜索 人们终于在马洛里失踪75年后 找到了他的尸体和遗物 搜救队的成员 对马洛里的遗体进行了简单清理后 在海拔8235公尺的高山上 为他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葬礼 很多人相信 马洛里是第一个登上珠峰的人 因为他曾说 如果自己登上了珠峰 他就会把自己妻子的照片放在山顶 而在马洛里身上 人们确实没有找到他妻子的照片 所以有的人坚信 马洛里已经成功登顶了珠峰 第九名巨量粪便 很多登山者来到珠峰大本营 都会迫不及待拿出兵稿 想随便凿派兵来烧水喝 在人们心里 一百平阿尔卑斯山的伊云水 都比不上这里前进 但这样的做法 可能立即就会被向导阻止 朋友难道你想吃屎吗 众所周知 珠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景点了 每年一道春秋登山季 珠穆朗玛峰的南坡山脚下 就会变成一场热闹的嘉年华 除了登山者 还有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参观 色彩鲜亮的帐篷搭起来 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登山者 望山巅摩拳擦掌 以前人们常吐槽 在景区上厕所难 却不曾想到 在珠峰这个景区根本没吐槽 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厕所 而各种原因自然也不用多说 由于这里不能就地处理粪便 而这个地方人上去尚且十分困难 更不要说把粪便集中起来 带到山上下去了 所以说人们在珠峰上厕所的方式 就变得非常粗暴 哪哪都可以当成厕所 随便在雪地里挖个坑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有人曾经做过一个粗略统计 每年都有七万到十万名游客 涌向珠穆朗玛峰的大本营 而他们离开的时候 会给这片土地留下十二吨的便便 这几乎相当于 两只成年雄性大象的大小 所以没错 你印象里那座一尘不染的珠峰 现在变成了名副吉时的史山 第八名 冰山外星人 试想一下 当你正蹲在珠峰的冰川上 跟队友比赛 随先挖出个厕所坑的时候 你抬头 竟看到天空飘出一群神秘的飞碟 这得是多么壮观的一幕 这一幕有没有发生过 我们不知道 但美国的制片人 大卫布鲁斯耶斯 的确不小心 在珠峰捕捉了外星人 打卡地球的独家画面 这些是大卫在2012年拍摄的 477张图片 组合而成的视频 影片显示了一个 神秘的叠形黑色物体 在天空中移动 这张照片一出 网友们就炸了锅 而同一时间 还有其他的目击者称 在伯卡拉 东北七公里处的 一个火山口附近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 金属圆盘形UFO 当时它离地高度 只有1.5公尺左右 要知道长期以来 一直传言 这个地区 存在住外星人的 秘密地下基地 而早在1968年 尼泊尔与邻国印度 布丹之间 就曾报告过7次 不明飞行物的事件 对于这些神秘的 UFO目击事件 总是有助 各种各样的猜测和理论 有些人认为 这其实是高级的 军事装备的是非 也有人坚信 外星人早就来到地球 人类的科学家 在遥远的宇宙中 苦苦寻找的外星生命 也许就近在眼前 只是 我们还没能跟他们 正式打招呼而已 第七名 失窃的氧气瓶 在爬珠峰的路上 可能出现的意外有很多 例如暴风雪 又比如雪崩 但你可能万万没想到 窃盗也可能是其中一种 而且它偷的还是氧气瓶 对很多游客来说 海拔5334公尺的 珠峰大本营 就是他们旅行的终点 而对于登山者来说 大本营只是 他们出发的第一站 而真正的登顶 也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 在几天时间里就可以完成 从筹备到在各个海拔点 建立营地 到最终登顶 往往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而登山人员 必须在晴朗的天气里 在各营地间 频繁上上下下攀爬 以适应环境 为最后的冲刺登顶做准备 于是在空气稀薄的环境里 要进行高强度的攀爬 氧气储量就成了重中之重 而且你不但要考虑到登山消耗 也要预留一些 为之后的回程做准备 可这氧气瓶的偷窃事故 恰恰就是发生在 这些中途的营地当中 要知道 当氧气瓶偷窃事故发生 在没有充足氧气储备的情况下 登山者只能放弃 先前所做的所有努力 重新退回海拔5000多公尺的大本营 先前所有的努力都打水漂了不说 重点是 万一登山人员随身携带的氧气储量不足 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第六名 海洋化石 你可能根本没办法想象 在海拔8848公尺的珠峰顶端 科学家竟发现了 古老的海洋生物化石 这些化石包括了橘石 芥形虫 三叶虫 海百合以及各种鱼类等 而且时间 可追溯到距今约2.5亿年前的古生代 在科学家的眼中 这些古代海洋生物化石 是书写地质变迁时的活文字 而经过一连串的研究 珠峰所在地在两亿多年前 曾是一片波涛汹涌的辽过海洋 也就是古喜马拉雅海 今天的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水 曾经可以经过古喜马拉雅海 和古地中海 互相连通 可在距今1200到2500万年的 晚第三季中心市中期 这里的地壳发生了大规模的造山运动 古喜马拉雅海南边的印巴板块 向北移动 碰上了北边的欧亚板块 没想到结果用力过猛 上演了一幕沧海变桑田 同时 也把海洋中的生物遗骸推上了天际 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的珠穆朗玛峰 海洋里的生物可能万万没有想到 它们习以为常的海景房 有一天却变成了山景房 过住了天寒地洞的高原生活 第五名珠峰草原 地球气候暖化正不断加剧的这件事 早已为人所熟知 但它对地球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却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要知道在这之前 珠穆朗玛峰的峰顶 一直被认为是不是一居住的荒地 无法支持任何形式的植物生命 但最近的研究表明 情况已经不再是如此 草和灌木 已经开始在珠穆朗玛峰的斜坡上扎根 珠穆朗玛峰附近的植物覆盖范围 正在不断扩大 在海拔5000米至5500米的这个范围内 成长趋势最为明显 随住温度的升高 原本不适合植物生存的寒冷区域 逐渐萎缩 越来越多的地方 开始迎来了绿色的生命 然而这种环境的变化 其实让环境学家们十分担心 因为珠峰及其周围的喜马拉雅山区 被称为亚洲水塔 它是亚洲石条主要河流的水源之一 一共有超过14亿的人口 直接或间接依赖这些水源来生存 随住植被的增加和冰川的融化 这一区域的水循环可能会受到影响 而且其后果目前还难以预测 目前 科学家正积极进行各种实地研究 以确定植被面积的变化 对水资源产生的具体影响 第四名奇怪的声音 每当夜幕降临 就会有一种响亮且恐怖的噪音 在山谷中回荡 并且能够传得很远 听起来就像山市活的 并且很生气 这种来自珠穆朗玛峰上的神秘声音 最早是由一个 名叫达夫汉的老登山者报告的 他已经攀登珠峰整整15次了 在他的描述里 这些声音就像有巨大的雪块和冰块 在山峰上空自由落体 然后狠狠地撞击地面 在安静的夜晚听到这样的声音 简直让人难以入睡 你能真实地感觉珠峰在怒吼 后来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 这些阴森恐怖的声音 其实是因为喜马拉雅山在夜晚 温度会急剧下降数十摄氏度 导致冰川深处的冰层断裂 产生巨大的轰鸣 这种声音 不仅是冰川对温度急剧变化的自然反应 也是气候变迁和冰川融化的直接证据 第三名第三人因素 攀登珠峰 对很多人来说是一辈子的梦想 伙伴既不收费用 也不给预告 他会悄无声息的 就加入你的探险队伍 这个所谓的第三人 他可能是个陪伴者 也可能是个声音 甚至是触感 很多探险家和登山者都表示 曾经遇过这样的第三人 英国登山者道格斯科特 和古格尔哈斯顿就表示 他们曾在1975年深夜 到达珠峰顶峰的时候 感受到了第三人的存在 当时他们被迫在死亡区的血洞中过夜 这个神秘的陌生人 不仅给予了他们体温 也给了保暖或生存下去的建议 对于这个现象 心理学上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一种解释是 第三人现象常出现于山地 海洋 极地等空旷 或独自一人的环境 当探险家被困于这些环境时 他们所接触到的感官刺激物 如声音画面色彩等 是非常有限或单一的 远低于大脑平常习惯的刺激范围 为了补偿感官讯息的缺失 于是大脑制造出了第三人的感官错觉 还有另一种解释认为 第三人是大脑为了唤醒意识 保持警觉而产生的自我保护机制 当身体受到极端压力 如饥饿缺氧伤痛时 人的意识会一点点变弱 当你的意识逐渐模糊时 大脑会幻想出一个伙伴来鼓励你 给你力量 不过目前普遍认为 这些第三人现象 通常发生在海拔超过7000米的高度 其中的原因 可能和大脑某些区域的肿胀有关 不得不说 人的脑子实在太神奇了 第二名1952苏联探险队 接下来 让我们来聊聊1952年的苏联诸峰探险队 这件事已经过去50多年了 但至今 仍是件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事 历史学家说 在埃德蒙希拉里爵士 登顶世界最高峰前 苏联政府曾资助了一支 由30多位登山者组成的团队 前往西藏 试图征服最具挑战性的山脉之一 朱穆朗马峰 据报道该团体 不仅力求 成为第一个登上世界之巅的人 也计划在山顶 放置列宁和史达林的雕像 并以此向世界宣告 共产主义将抵达终极顶峰 然而就在他们即将创造历史的前夕 一整队人突然就人间蒸发了 就像被外星人绑架了一样 没有留下任何讯号 没有尸体 连个装备碎片都没有留下 第一名 朱峰雪人 朱穆朗马峰的雪人传说 一直都是广为流传的世界未解之谜 有生物学家认为 雪人可能是人类演化史上缺少的一环 也有探险家 多年孜孜不倦地寻找雪人的踪迹 对于这种生活在包含地区的神秘生物 是否真实存在 科学界尚无定论 但这并不妨碍很多人对传说深信不疑 对雪人这种生物充满狭想 根据尼泊尔民间和西藏的民间传说 朱穆朗马峰地区 喜马拉雅山脉有一种两栖多毛 一种体型巨大的人形巨瘦 因为浑身长出白毛 又常年生活在雪地里 被人们称为珠峰雪人 同时当地人会把它们叫做米贵 意思是居住在岩石上的大怪物 据说这个生物体重在90到180公斤之间 身上覆盖住棕色灰色或白色的毛发 还有尖锐的牙齿 当地人认为雪人一共有三种 一种是尼尔默 约4.6米高 毛发是黑色的 是最大也是最凶猛的雪人 第二种是图体 比尼尔默小很多 约2.4米高 还有就是拉姆西姆堡 它有着红棕色的毛发 只有一道1米5高 而事实证明 关于雪人的这些传说也并非空学来风 2009年乔书亚盖茨和他的团队 在珠穆朗玛峰 发现了一些神秘的动物脚印 这些脚印长度33厘米 宽25厘米 而且脚印当中还发现了一根毛发 而这根毛发在经过法医分析后 里面竟包含了一个未知的DIA序列 而且与大脚怪和尼斯湖水怪相似 没有人能证明 这些脚印和毛发是来自雪人 甚至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雪人的存在 但显然眼前的这一切都让人无法否认 也许它的确存在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今天介绍的十个珠峰惊人发现 哪个最让您印象深刻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按赞加订阅 以及分享给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